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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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鱼商城APP 发现精彩APP 同花顺 富途证券 老虎证券 德物APP 淘宝直播 京东直播 苏宁直播 分期乐 拼多多 天猫苏宁旗舰店 小米线上授权店 小米商城 小爱同学 小米之家 小米油品 小米电视 小米视频 小米直播 小米社区上同步播出 感谢以上直播平台的大力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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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这三年的探索 最近半年进步非常大 我们7月份发布了小米12S三款旗舰 8月份发布了Mix Fold 2小米折叠屏手机 这四款手机发布以后 口碑特别好 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 这四款手机在电商的首月好评率 最低的都有98.37 这真的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数字 这是几十万的电商购买用户给出的评价 说实话我特别特别的激动 我在网上甚至看到了这样的评价 说真的没想到 今年口碑最好的居然是小米新发的这几款旗舰 在这四款手机里 我最自豪的是两款 第一款是Ultra 这款手机呢 是我们小米和乃卡战略合作后的第一款手机 影像旗舰 这款手机发布以后 受到了专业的摄影师 受到了摄影发烧友极大的占预 这一点呢我特别特别的自豪 还有小米新一代的折叠屏手机 性能强大 流畅 更重要的是轻和薄 这一下子就突破了折叠屏手机厚重的痛点 受到了商务人士很高的占预 到今天为止 这款手机都是折叠屏手机里面最轻薄的 所以呢我也特别特别的自豪啊 那么小米的折叠屏手机 为什么在这半年取得了这么大的进步呢 我觉得过去这三年的探索啊 我们收获特别特别大 我们体会到了高端无短板 接着我们认识到了体验为先 再接着呢我们深深地意识到 要做到这两条 一定要做到软硬件的深度协同 软硬件协同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很难 我们经过十多年的探索 我们越来越意识到 小米手机和米外必须是 目标高度一致的一个整体 那么怎么做到这个协同呢 我们想了一个很重要的主意 就是组织结构把它整到一起去 我们把米外合并到手机部 并且再合并了三个相关的软件部门 我们在组织结构上做到了深度的协同 接着简化目标 并且强化目标 就是万众一心 死科基础体验 全面对标iPhone 有了这样的决心 米外十四 就是我们结构重组以后的第一款作品 那么米外十四到底怎么样 下面我们请米外的负责人金凡 来 好 大家好 那个又到了一年和大家见面的时候 今年呢是米外的第十二年 然后我们一路走来 从最初的十几个用户到一百个用户 再到今天覆盖全球的五点六四亿用户 我们再一路走来 深还对全球用户对我们支持的感激 那么在过去的十二年里呢 米外也是在持续推进着行业的进步 其实很多今天 所有人和行业都在使用的设计 以及标准呢 米外中间也做了不少的贡献 比如说 今天所有安卓手机都在使用的返回手势 对吧 左滑右滑返回 这个全民屏手势是米外十的时候发明的 然后立刻被全行业所学习 和接受 那再比如 米外十二的时候 我们的隐私照明弹 照亮三方应用对隐私权限的索取 今天呢 也成为了工信部的入网标准 那么 在未来接下来的路上 我们也将继续地去推进着行业的进步 去对整个行业和对用户 做出更多的贡献 那在去年发布的米外十三呢 我们的流畅性和稳定性 这两个用户特别在乎的点上面 我们的表现也是非常的好 然后 有很多的用户呢 还给我们的开发组发来了消息 然后给我们的工程师打气 那我们的工程师看到这些用户的表扬以后呢 其实也是非常的感动 因为觉得自己做的一点一滴优化呢 也确确实实能够给大家 大家带来更好的这个用户体验 同时我们在互联互通 去年我们发布的小米妙抢中心 它能够非常简单地用拖拽的方式 拖拽内容 然后就可以进行跨设备的内容无缝流转 那么也获得了用户和媒体的大量好评 那么米外十三确实做得不错 但是呢 用户和米粉对我们确实有更高的要求和期待 希望我们能够重回巅峰 那为了满足大家的这个 对我们的这个希望呢 我们需要做到更轻巧 更流畅 更安全 并且需要更加的人性化 因此 我们必须要始终站在各位用户的视角 去重新审视很多的东西 包括可能需要去挑战一些行业的惯性 为此我们需要满怀激情 锐意新生 因此 今天给大家带来全新的米外十四 那米外十四立项之初呢 我们就立志要做到极致的轻巧 因此我们的第一个大的立项计划 就是剃刀计划 顾名思义 剃刀计划 就是要做全面的彻底的 360度的减重 那我们第一刀砍向的 就是我们自己的系统存储 那在过去十二年啊 米外其实虽则每一年 安卓大版本的升级 一直在逐渐变大 虽然不同版本的固件大小不一样 但是趋势就是如此 那其实不光是我们 整个全行业 其实都也都是这样 越来越大 那可能用户都已经接受了这一点 觉得更新的系统 更强大的功能 那么它会占用更大的空间 那我们在米外14的立项之初呢 我们就刀锋向内 先对自己开刀 我们去除掉了冗余的分区 并且进行压缩 我们去掉不必要的底层系统应用 并且我们对功能和资源进行精简 这么一刀刀下来呢 我们得到了一个非常极致 轻巧的超小的系统固件 那么并且它在新的旗舰中呢 搭载了米外14的最新旗舰中呢 我们在旗舰中也是最小的 然后第二刀我们砍的是系统内存 那用户最关心的是可用内存 是不是能够越来越大 因为越大意味着更流畅 对吧 那么系统内存占用的越小 那么用户的可用内存就越大 所以我们也是精简自启动进程 精简系统应用的展用 精简平台内存的展用 这么一刀刀下来 我们得到了超小的系统内存展用 仅3.3G 这个在新旗舰中也是最小的 第三刀 砍的是御装 那么经过我们这么一大刀下来 我们米外达到了最小化的不可卸载应用 几乎所有的应用你都可以轻松卸载掉 最后只剩8个最核心的不可卸载的应用 第四刀 我们三刀砍向自己 然后第四刀我们砍向的是第三方应用的臃走 因为其实很简单 我们不仅是系统应用越臃肿 三方APP其实也是如此 我们这里举了三个常用的软件例子 我们发现在安装的时候 其实大家还是不太大 但是往往使用了三个月以后呢 纷纷都超过了十个G 那原因有很多 其中有一个是 我们在使用过程中 APP会产生大量的重复文件 比如说我们以聊天工具为例 当你收到一份文件 转发一次那么就会多存一份 转发五次多存五份 这样系统怎么受得了呢 所以在MIUI的14的深度系统清理中呢 我们会集成系统层的重复文件合并 那么只要进行重复文件合并 效果其实立竿见影的 因为多重转发 合并就只会存一份 同时呢 我们要知道 长期使用过程中 我们自己也会安装非常多的应用 但是根据统计 近50%的应用 可能我们一个月也用不了一次 所以在MIUI14中 我们会自动压缩这一些低频的应用 节约大量的空间 根据我们三个月的测试用户为例 预计差不多可以节约五个G左右的空间 也是非常的可观 以及那不仅是空间占用 我们会发现我们使用久了以后 这个通知也是越来越多 包括尤其还有一些 删都删不掉的常租通知 那么在MIUI14中呢 非常简单 你简单一滑 点击关闭 彻底删除 越来越清爽 以及如果陌生的应用 新安装的应用 想要给你发通知 也需要先得到你的授权 所以所有这一些的 一系列的剃刀砍下来 存储的精简 内存的精简 预装的精简 和三方应用的精简 让我们整个系统 身轻如燕 轻巧如楚 当然 要轻巧 更要流畅 为了流畅 其实在MIUI14中 我们给安卓底层内核动手术 我们做了一系列 全新的改进 我们统称为 全新的MIUI光子引擎架构 我们从包括系统底层的调度 到系统上层的架构的改进 做了非常多的改进 那么整个光子引擎架构呢 得益于它 我们的系统的流畅度 其实有了大幅的提升 这边举的是 我们连续开启了 30个头部应用以后的 重负载场景下面 系统流畅度的表现 其实是遥遥领先的 同时呢 但是我们要意识到啊 今天啊 其实很多用户说卡顿 原因可能不在系统 而在于三方 因为三方应用软件 每一天使用的时长 占了用户的88% 所以我们同样 我们把整个光子引擎的能力 向三方应用开放 那么我们会和三方的头部开发者 一起连条 去优化三方应用的体验 那我们来看一下 有了光子引擎的加持之下呢 三方应用也变得流畅 比如说刷微信朋友圈 流畅度领先 再比如说刷微博 流畅度也是领先 再比如说刷抖音 遥遥领先 所有这一些优化呢 给大家带来了 非常强烈且明显的感知 并且我们想说的是 MIUI14不仅流畅 还更加省电了 微博的电量节省了 约16% 刷抖音节省了20% 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以前有非常多的系统资源 是三方应用无法调用的 那么经过我们的深度合作以后呢 三方应用可以在 需要快的时候调用更多系统资源 需要慢的时候 去尽量地节约系统资源 那么这样子的话 不仅流畅 而且更加省电 所以我们也会非常的欢迎 更多的开发者能够加入MIUI的光子引擎 去接入它 然后我们一同去为 更多的用户带来更好的用户体验 所以在这一次 整个MIUI14做到了 不仅系统流畅 应用也全面流畅 接下来 我们要跟大家说的是安全隐私 安全和隐私 一直以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也是我们极度的关注 那么MIUI一直以来呢 在安全隐私领域持续耕耘 我们获得了全球多家权威机构的认可 那么同时呢 很高兴告诉大家 我们在过去一年 我们也获得了工信部 旗下的泰尔实验室的 个人隐私保护五星认证 和安全五级认证 这两个认证 是国内目前的最权威的认证 这其实也充分证明了 大家对我们的安全隐私能力的肯定 那么MIUI的 MIUI14的安全隐私特性又非常多 我们在这一次呢 想重点跟大家介绍的是端侧隐私 端侧隐私 顾名思义 就是把所有的计算 放在手机本地完成 而不去做任何数据上传 那么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MIUI14中啊 你长按图片 可以去把文字提取出来 非常的方便 比如说这个合同的照片 对吧 当你长按的时候 你可以把图片中间的文字 全部复制出来 很方便 那么一般的厂商呢 需要把整张图片 上传到服务器去识别 识别完成以后 再把这些文本下发回来 那么这个路径长了以后呢 当然就会面临 隐私泄露的可能性 那么在MIUI14中呢 我们是完全的端侧识别模型 完全在本地进行识别 并且把这个文本给解析出来 同时呢 端侧识别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识别率 它不仅要准 而且要快 那我们来看一下 同样是端侧识别的 IOS表现比一比 那么在 这是一本斜着的书 在MIUI14中呢 我们可以发现 几乎所有的文字都被完美地识别了出来 那么在IOS中呢 我们会发现 有很多的文本 依然没有能够得到识别 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强大的端侧实力 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 树牌 在亚洲很多地方 其实是 依然是比较流行的 那么 MIUI14也可以完美地 把这些竖拍和横拍文字识别出来 那么在IOS中呢 我们会发现 依然有些缺陋 那么 所有这一些端侧识别的准确性 超过IOS 其实也是证明了我们的端侧能力 那我再给大家看一个小例子 其实 MIUI14中有个贴心的小功能 叫做会议助手 那顾名思义呢 就是我们可以在会议中开启实时字幕 去给大家做辅助的翻译 或者做会议记录 那么同样 它也是端侧识别 零数据上传 那不仅是这两个例子 其实MIUI14的端侧一次能力 我们已经覆盖了30多个系统场景 是非常的多 我们也会再接再厉 在隐私和安全中间 持续努力 给大家带来更好的体验 和更全面的保护 接下来 我们来轻松一些 到了个性视觉方面 那么MIUI其实在美学上 一直是非常领先的 我们这一次给大家带来了 三个非常贴心的小功能 多变的大图标 多变的文件夹 还有全新尺寸的胶囊部件 那么得益这三个新的小东西呢 那么大家就可以把你的桌面 变得丰富多彩 对吧 轻松一摁 那些沉闷的图标和大文件夹 都可以变得高效或者有趣 那么所以呢 你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 或者性格 搭出这些丰富多彩多变的桌面 对吧 来更加彰显你的个性 并且提高你的效率 以及我还要跟大家特别介绍 一个有温度的小东西 那么就是我们这一次的花丛摆剑 这个有温度呢 就是在当前的这个繁忙的都市生活呀 大家其实都有时候会自己养一些 小花小草 小猫小狗 对吧 来陪伴自己 那么 在米娃14的桌面中 你也可以摆上一只这样可爱的小猫 并且呢 你可以戳戳它 跟它互动 甚至当你不理它的时候呢 还会睡觉 对吧 或者说 你也可以摆一个多肉的 可爱的仙人掌 那有的时候长辈会跟你说 哎呀 你们天天在这个电脑前面工作 是不是仙人掌可以防辐射 可以考虑养一盆 对吧 你看我们在手机上放一个 也是非常的合理 并且呢 它在天气好的时候还会开花 以及当然我们也可以放一个 大家都特别喜欢的小狗 非常的可爱 那么所有这一些花丛摆件呢 它可以让你的桌面焕发生机 也希望能够给你带来更多的微笑 那么 所有这一些新的图标 新的部件 还有花丛摆件 小小的改变 就可以让你的桌面变得大不同 给你带来不一样的心情 好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互联互通 其实今天啊 我们小米拥有一个庞大的 覆盖全球的设备互联网络 两个互联中心 一个是小米妙想 以手机为中心去连接其他设备 另一个是米家 去连接IoT设备 我们两个互联中心 覆盖了全球近十亿的设备 其实规模是非常的庞大 那我们在过去一年呢 也有很多的突破 我特别想跟大家介绍两个突破 第一个是我们的高速互联总线 这是我们去年完成的重大基建升级 它是我们自研的 统一全链路互联算法和协议 那么有了高速互联总线的这个加持呢 我们互联性能得到了爆发式的提升 不管是从发现到连接 还是到传输全面提升 这样的话 我们的设备发现会更快 这边以耳机为例 可以看到耳机的发现速度是非常快的 同样我们设备的连接也会更快 以及设备的传输同样也会更快 那么所有这一些呢 我们要意识到连接是互联互通的基础 那么连接性能的提升呢 会给大家在互联互通的各个环节都带来体验的提升 那么第二个突破是 我们今天米家 我们米家的控制不仅覆盖了多个端 并且我们在多个端的体验都做到了一致和统一 那比如说你不管是在沙发上使用平板 去操控家里的设备 或者是随时随地使用手机去观看设备的状态和操控 甚至在家里面的客厅 对吧 当你路过的时候 顺手操作你家里面设备的状态 其实在各个地方你都可以找到 非常舒适且顺手的操作方式 那同样的 如果你的家里面出现了一些小的状态 比如说哎 渗水了 那么这些信息呢 也同样会以多端的方式推送给你 让你不需要去错过 那所有的这两个突破呢 包括高速互联总线 然后包括这个多端 我们也会随着我们版本的发布 覆盖到更多的用户 让更多的用户感受到这个体验带来的提升 那今天啊 今天其实大家很多厂商还在关注 怎么样把设备和设备连接起来 但是我们呢 其实在思考 在我们拥有一张庞大的设备网的前提下 我们认为今天连接已经不是我们 连接设备已经不是我们的首要挑战 我们的首要挑战是连接背后的人性化 也就是如何能够以人为中心 去更好的连接人与万物 这不仅是我们的长期理念 也是我们实在要去做的目标 因此呢 我们把它拆分成了三个方向 第一个是关注人的感知 第二个关注人的使用场景 第三个关注人与人的关系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点关注人的感知 其实就是要 我们要让我们的产品设计 变得极其的易用 极其的便于用户所理解 要做到无感且易用 看一个非常具体的例子 这个是有线耳机 对吧 我们前几年大家全都在用 那么当你把耳机插在手机上的时候 你就可以在手机上听歌 插在平板上就在平板上听歌 就是这么的简单 对吧 没有任何问题 好 那么今天我们大家都使用了 更高级的无线蓝牙耳机 那么无线蓝牙耳机 我们来代入一下 当你正在手机上听歌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想把耳机切换到平板上 是很麻烦的 对吧 首先你需要摘下耳机重置 你需要去重新配对这个新的平板 然后并且再重新把这个耳机给佩戴上 其实是很麻烦的 那我们就在思考 对吧 在小米妙想里面 你只需要简单地一拖 对 就是我们注意到有一个耳机挂件 对吧 从手机拖到平板上就连上了 它就跟你的有线耳机实在是一样的 就是这么简单 我们再来看一下 同样的 当你再把这个耳机一拖 拖到电视上就连上了 就是这么的简单 其实这就是我们想说的 以人为中心 我们要关注用户的感知 要极其做到 异用且直觉 这只是一个简单的示例 其实我们在各个产品的设计细节都 细节中都在贯穿我们所要做到的这一点 那同时第二点是 我们要关注人的使用场景 那么在家的这个场景下 因为家是一个舒适的地方 我们希望能够让大家尽可能地省心且舒适 因为家是需要让人放松的地方 那我们就不仅就问 很多人都在说智能家居 智能家居 但是今天的智能家居真的智能吗 我们看一个简单的智能家居的例子 如果你想实现 打开门锁 就开灯这么一个操作 很简单 对吧 这么简单的操作 在iOS上需要十步 并且非常的专业 这个术语都是挺专业的 那么正是这一些门槛 不管是操作的复杂度 以及我们认为可能我们需要具备很多的专业知识 才能去实现智能家居 这些门槛在阻止了大家去接受 更好的一个生活方式 那我们来看一下新版的米家呢 新版的米家 第一步选择门锁和灯 第二步点击创建自动化 第三步点击创建完成了 规则完成 好 我们来试一下 这个时候打开你家的门锁 你发现 诶 玄关的灯亮了 不就是这么简单吗 轻松开启智能家居 对吧 那我们来一个更高级的 好 我们可以在刚才的逻辑下面呢 叠加更多的设备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当你打开门 家里的灯有节奏的亮起 窗帘合上 设备开始运作 对不对 很美好 甚至你还可以 创建一个离家模式 那么 当你合上门 走出家门的时候 家里面的灯熄灭 设备关闭 空调关闭 扫地机器人开始出来扫地了 摄像头也调整到监控的状态 那么我们经常在广告片中 看到这样的场景 对吧 那今天呢 只要你拥有一个米家APP 和米家能够接入的设备 你就可以非常轻松地 去实现这样的智能家居体验 带给你更好的生活体验 同时呢 我们其实还有很多专业的用户啊 它甚至有六七百个智能设备 我们要知道 当你家里面的智能设备多了以后啊 其实管理是非常挑战的 那如何能让用户更加舒心呢 所以在米家新版里面 我们会做自动的收纳 就像有一个管家 帮你收纳家里面的家务和 家具和杂物一样的 我们把智能设备也给收纳了 那比如说我们点开这个灯光看一看 你会发现家里的所有灯 都已经按房间归纳好了 并且你可以全开全关 非常方便地去操控 以及呢 你也可以在一个地方 看到你家里面 所有的监控摄像头 因为很多时候 当大家有了孩子 或者有了老人呢 有了老人需要在一起 去照顾的时候呢 大家可能会放很多的监控 对吧 也可以非常方便地使用 所有这些智能自动 都是为了实现你的 书信和审信 这也就是我们是如何去 以人为忠心 关注大家的使用场景 那么我特别要做一个广告 就是配合小米的中枢网关 更快更稳定 这个地方 它的核心逻辑呢 跟我们之前介绍的 端侧隐私一样 当你有了中枢网关以后 设备会全都优先本地控制 不仅响应素 就是原来的三倍 并且断网都可以用 因此强烈推荐给 智能家居的重度用户 去购买和使用 那今天米家 已经有八千多个合作伙伴 有八千多个不同的厂家和品牌 那么总可以找到 你合适的 你喜欢的 你中意的品牌 请认准 接入米家的这一个标志 它可以带给你 更低门槛 更舒心的智能家居体验 最后 我们来看一下 关注人与人的关系 因为我们要知道 其实人不只是孤立存在的 其实我们在每个人 在真实的社会中 都有真实的关系 那么因此 我们特别关注 你和家人之间的关系 因此我们推出了 全新的家人服务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虽然我们有着真实的关系 但是呢 我们自己的设备 其实是孤立的 其实是没有任何相互的关联 那么当你开启了 家人服务以后 我们不仅可以把 这些孤立的设备连接起来 并且呢 可以大家一起去 享用更好的家人服务 例如 一个人买云空间 全家人都可以使用 以及我们会关注 三个家人 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就是回忆 成长和关心 那么就回忆来说 我们经常会使用 照片和视频 来记录和家人的点点滴滴 并且我们也常常会用 聊天工具去分享 对吧 那有的时候呢 当我们回看的时候 哎 过期了 原来回忆也会过期 对吧 那么 当我们在米UI十四宗 开启了家人服务以后呢 你可以去创建家人相册 那么你就可以把这些回忆 统统都收起来 那不管是 妈妈去上传宝宝的照片 或者说 爸爸去上传 妈妈和宝宝的照片 对吧 全家人共同上传 共同分享 是非常的好 然后 并且呢 还有一个特别贴心的事情是 我们很多时候会 想要把照片陈列在家中 那么 家人服务也可以允许你 一键推送 让所有家里面的有屏设备 包括电视 或者说 家里面的家庭屏 都成为你的电子相框 随时随地都可以看 以及 别急 以及你还可以推送给 远方的父母的家里面 对吧 让父母的电视演变成 家里面的电子相框 让父母能够更好地参与到 你和孩子生活的 点滴回忆中 接下来就到了成长的烦恼了 我想起来 回想起来 就是像我们小的时候呀 如果去一次游戏厅 可能会被老师告状 被家里打得半死 但是我们要意识到 今天其实 数码设备 在孩子的成长中 已经变成一个 不可或缺的角色 对吧 比如说近几年 大家使用网课也越来越多了 我们无法拒绝给孩子去购买 和使用数码设备 比如说我有一个同事 他的孩子是非常聪明 他甚至会把自己的照片 设为那个网课上面的房间背景 然后他的老师会发现 诶 这个孩子 听客特别认真 一动不动 结果其实他一直在玩游戏 一直在平板上玩游戏 对 所以这个烦恼就在于 我们怎么样 可以更好的去培养孩子 更正确地使用数码产品的习惯 因此在米UI14中呢 你也可以创建未成年人账号 去培养孩子的健康使用习惯 比如说在学习的时候 去约定限制不相关应用的使用 再比如说我们在娱乐的时候 跟孩子去约定 每一天娱乐一小时 对吧 然后如果到点了的话 这个设备就会停止运作 或者说我们也可以约定 单独的游戏和视频娱乐的时间 那么所以这些都是 我们和孩子一同去一同成长 一同去培养更好的使用和生活习惯 那最后还有个烦恼是 一个烦恼吧 既是烦恼 也是一个甜蜜的烦恼 就是我们经常会 家人是非常关心彼此的健康的 但很多时候呢 我们往往和父母 身处两个不同的城市 那父母往往会报喜不报忧 他不会跟你说 他真的遇到了什么问题 对吧 但我们又非常的关心 那么呢 其实非常的简单啊 只要给父母和家人 买一块小米手表 或者小米手环 那么佩戴上以后呢 会自动抓取所有关键的健康信息 那么 结于此呢 只要家人同意授权以后 我们就可以去分享这些健康的信息 那么 你就可以去了解到 家人之间 每一天的运动情况 每一天的睡眠情况 或者说甚至 会不会有一些心律 或者什么的异常 也会及时地通知到所有的家人 那么所以 所有这一切 所有这一切 都可以让我们的家人之间的关系 更加紧密 那 以上就是 我们 只是展现了我们的一个局部 我们希望能够以人为中心 去连接人与万物 不仅要关注人的感知 我们同时还要关注人的使用场景 并且我们最后要关注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因此 我给大家展示一个理念视频 来看一看 我们的互联互通的细节 是如何能够提升 你的生活质量 能够带给你更多的微笑 我们下期视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并且我们基于光子引擎加持 不仅在系统 也在三方应用全面流畅 而且我们还有高可用性的端侧隐私 以及小小改变 就可以让你的桌面大不同的个性视觉 最后是我们极度关注 以人为中心 连接人与万物 给大家带来的直觉 易用且智能的互联互通体验 能够让你的家人之间也更紧密 那我给大家说一下整个发版的计划 那么整个MIUI 14呢 我们第一批会 第一批机型会将从2023年1月份开始陆续发布 我们刚才介绍的 米家的全新的APP8.0呢 我们也会在12月下旬开始陆续推送 那么感谢大家 谢谢 好 谢谢 我们的MIUI 14怎么样 首先呢 它在基础体验上 做到了极致的轻巧 极致的流畅 同时呢 在隐私安全互联互通上呢 诱上了新的大台阶 这就是我们MIUI 14的锐意新生 下面的话呢 我们就发布大家期待已久的小米13 刚才我们谈到MIUI需要体验为先 全面对标iPhone 此刻基础体验 其实啊 我们的硬件产品也要体验为先 全面对标iPhone 谈到对标iPhone啊 我一年前提出这个口号的时候 在网上有很多人笑话我 其实 我想跟大家说 如果小米没有对标iPhone的决心和勇气的话 我们怎么能把高端手机做好呢 所以 我觉得对标iPhone 才是我们向iPhone学习 将来有机会超越iPhone的开始 所以 我们无论是软件还是硬件 一定要认认真真对标iPhone 向iPhone学习 那么 我们小米13 向iPhone对标的 坚持做了双尺寸 双高端 谈到双尺寸的话 可能普通的消费者不太了解啊 做一款高端手机 研发投入巨大 要是做双尺寸的话 相当于做两款完全不同的高端 你的研发投入的是两倍 举一个小例子 每一个高端手机用的屏幕都是定制的 这就意味着你要定两块屏幕 花两份钱 今天有决心 在高端上做双尺寸 双高端的 除了苹果 是不是只有小米一家 在国内 这是为什么呢 是因为投入实在是太大了 我讲这一点呢 是希望大家看到 我们对标iPhone的决心 下面的话呢 我们先看一下小米13的外观视频 等外观视频结束以后 我们就请魏之奇为大家 发布小米13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就是全新的小米十三 它是一款大家期待已久 千呼万唤的直屏旗舰 接下来呢 我再带大家一起看一看 这款手机的所有的设计的细节 首先呢 它的屏幕是一款超窄边的直屏 它有着像无边泳池一般的宽阔的视野 为了整个手机设计语言的协调呢 我们也给它配合了高量的铝合金的立边设计 可以让整个手机看起来更加的干脆利落 它的整个手机设计的非常的轻盈 而且那个很轻薄 只有7.98毫米厚 189克 日常使用的时候体验会非常非常的好 对于机身背部的设计呢 其实是大家最关心的 讨论的也很多 我们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设计这块手机的一个想法 我们在定义这个手机ID的时候呢 我们就在想 可不可以不做那么喧闹的设计 我们可不可以真的把最简单和最纯粹的美 做到极致 所以在小米13的设计上 我们做了很多大胆的减法 它极其地简洁 干净 而且规整 我们把能去掉的复杂设计全部去掉了 但是在每一个细节上都进行极致的打磨 比如说 这颗相机 小米13其实有三颗非常厉害的莱卡镜头 但是我们并不想用过多的装饰去渲染它的强大 反而是用了一块接近纯黑的平整的玻璃去包裹起来 所以当你看到它的时候 你会觉得它很有个性 它也很有辨识度 但是恰到好处 在今天所有的安卓旗舰中呢 我相信它一定可以给你不一样的眼前一亮的感觉 那第二个细节就是 其实利便的手机做好握杆不容易 所以我们把它的整个背部呢 设计了一个很精巧的曲线 去贴合你的手掌 让你在日常握持的时候手感更好 而且这样的曲线在玻璃的版本下会显得非常的剔透和精致 那在颜色上我们有四个颜色 玻璃的版本做了大家最喜欢的纯黑纯白 一个特别的新色呢叫旷野绿 这是一个低饱和的绿色 看起来很温暖 还有一个特别的皮质的版本 看起来非常的清新和时尚 叫远山蓝 但是每次我们提到皮质的时候呢 大家都会说哎呀 不想选 总觉得不耐用 所以呢 我们特别做了材质的创新 就是科技纳米皮 它采用的是低表面能的一个新材料 可以一次性解决大家觉得容易脏 或者容易破损的问题 那这个材质有多厉害呢 我们直接来用一条视频给大家展现 我们下期再见 是不是很厉害 我们在对这个材料进行评审的时候 其实试过很多种 包括圆珠笔 油性笔 油漆笔 所有的痕迹一擦即净 大家再也不用担心对皮质的选择 科技纳米皮 可以说是目前为止 最完美的皮质工艺 看完了整个背部的设计呢 我们再来看一看这块屏幕 这块屏幕 在每次点亮它的时候 都会让我感觉好惊艳 它是在我心里一块 接近完美的屏幕 首先是它的尺寸 更加的实用了 它的机身宽度呢 被我们定到了71.5毫米的黄金尺寸下 但是它的屏幕面积 被扩展到了6.36英寸 这个屏幕的尺寸呢 相信大家再也不会觉得 它是一个小屏幕了 而且 我们做到了极窄的边框 三边1.61毫米 底边1.81毫米 这个差距其实大家是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的 在整个视觉上 它就是四等边的效果 相比于iPhone 我们直接看图就能有更直观的感受 而且在所有的安卓旗舰中 这个表现都是遥遥领先 且独一无二的 这个屏幕呢 不仅是观感看起来特别漂亮 而且也是我们重金定制的一款 高素质的屏幕 除了前面提到的尺寸和超窄边以外 它最重要的是 采用了最新一代的E6的发光材质 E6的发光材质呢 有几点好处 第一个就是能极大的节省功耗 它比上一代整体的功耗下降了22% 能给我们的日常使用呢 带来更好的续航体验 但是这并不是它最最厉害的 更重要的是 它的屏幕亮度被极大的提升 能达到全局1200尼特的亮度 而且在峰值亮度上 竟然能达到惊人的1900尼特 这个数值是什么水准呢 就是它可以轻松地超越iPhone14 达到媲美iPhone14 Pro的标准 在所有的安卓旗舰中 这也是最高的屏幕亮度 它的各项参数其实也都是顶级规格的 包括高的PPI 包括高刷 而且呢 有很多用户呼吁啊 说能不能解决一下低亮度下的频闪问题 我们也特别做了全程的DC调光 最后在这个屏幕上还有一个小点 可能是我们米粉用户非常喜欢的 就是它支持了全局的120赫兹 我们可以对每一个应用都进行逐一的单独设置 这就是小米13的屏幕 一块定制的超窄四等边屏 用了最新的E6材质 也拥有着安卓目前最亮的屏幕亮度 我们再来谈一谈性能 小米13的性能释放是令人惊艳的 这里边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 是我们采用了最新的第二代骁龙8旗舰助理器 这颗芯片是完全被重新设计的 它跟以往的1加3加4的架构不同 采用了1加4加3 也就是大核增加了一颗 我们来仔细地看一下 它的超大核呢 升级到了X3的架构 大核四颗 由A715和A710组成 哪怕是它的小核 都是重新设计的A510 有着更好的功耗表现 而且还增加了32位的兼容 所以在低负载场景 甚至待机场景下 我们的续航表现都比上一代要好很多 那这样的架构改变呢 给CPU带来的是大幅的性能的提升 它的性能比上一代提升了37% 这是一个很恐怖的数字了啊 它能到达什么水准呢 我们工程师直接给我展示了一组测试的数据 说你看就明白了 它的CPU的性能超越了iPhone的A15 甚至媲美了A16的水准 这个成绩不可谓是不振奋人心的啊 好 强大的性能提升并不是功耗换来的 在这么大的性能提升之下呢 它的功耗却降低了惊人的47% 所以这样优秀的成绩和整个架构的革新是密不可分的 CPU升级的已经很猛了吧 对吧 但是它的GPU更加厉害 它是一次颠覆式的升级 它的整个性能暴涨了42% 直接超越了A16的水准 功耗降得更吓人 几乎接近一半的水准 所以呢 第二代的骁龙八 着实地可以讲 这是一次颠覆式的变化 但是 在黄金尺寸的机身下 想要性能完全地释放 光有处理器是不够的 所以呢 我们还特别升级了 全新最新一代的LP DDR5X 和最新一代的UFS4.0 去保障它性能的释放 而且在机身 在如此紧凑的机身下呢 我们还用一块大VC 去覆盖了42%的面积 那个 所以它的温度表现呢 大家可以绝对地放心 最后就是 大家关心的电量和续航 在黄金尺寸下 做大电量不容易 所以呢 我们采用了高硅负基电池 和小米首发的 MCP的电池封装技术 可以让我们的电池能量密度 得到更大的提升 做到了4500毫安时的大电量 所以呢 如此强大的配置 我们非常的有信心 在性能 功耗和温度的比拼上 体验超越iPhone 我们来逐一地看一看 每一个测试哈 先来看游戏的体验 我们做了30分钟的 原画质测试 在这样的测试之下呢 小米13表现出了一条 稳稳的直线 达到了59.9帧 几乎接近满帧的水平 但是它的温度 只有43.1度 比iPhone低了快6度 好 只做到满帧和低温度 就够了吗 游戏体验可不止这些 我相信大家有一个 特别强的痛点场景 就是玩游戏的时候 玩着玩着这个屏幕亮度 都降下来了 尤其是在室外的时候 很快你就看不清 你所有的操作了 那小米13的表现 是什么样子呢 全程不降亮度 iPhone大概在四分钟左右 就下降到了53% 所以你在玩的时候 再也不用担心 亮度会自动的调节了 好 所以非常了不起的是 小米13做到了 在黄金尺寸下 堪比电竞手机的性能释放 这是一次非常跨越式的升级 再来看一看续航体验 我们通过模拟用户日常使用 建立了一个DOU的测试模型 在相同测试的条件下呢 小米13的DOU达到了1.37天 超过了大家公认续航非常好的 iPhone 14 Pro Max的表现 在温度控制上 我们也做了一些特别的优化 我相信大家都有一个场景 可能比较痛 就是一边充电 一边使用 在这个场景下 发热和温度都是比较高的 那我们经过我们的优化呢 来看一看结果 比如说高频使用的 一边游戏一边充电 它的温度仅仅只有38.9度 我们再也不用担心 在玩游戏的时候 因为温度的上升 带来体验的缺失了 这个数字呢 也比iPhone低了将近 那个8.2度 好 第二个也是高频场景 就是开车的时候 一边导航 一边听音乐 一边充电 这个对手机的挑战 也是非常大的 看看我们的表现 基本上也是非常优秀的 所以小米13 可以在和iPhone的性能 续航温度的比拼上呢 做到全面的胜出 这是一次性能的暴涨 也可以说 这是一次体验的全面革新 每一个小米13里呢 也有两颗小米澎湃的芯片 一颗是快充芯片 一颗是自研的电池管理芯片 它能让我们的充电 速度更加快 而且能很好地 保护你的电池健康 在这样的支持之下呢 我们的67瓦的有线充电 可以做到38分钟充满 它也支持了 50瓦的无线充电 做到48分钟充满 而且非常实用的 无线反冲 做到了10瓦的速率 好 接下来的章节呢 是我最想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影像 小米这一年呢 整个的影像 得到了飞跃式的进步 我们已经形成了 自己的影像观和影像文化 而且通过跟莱卡的合作 让我们的影像科技 迈进了一大步 Ultra呢 充分地展示了我们 合作的结果 强大的专业影像能力 也获得了所有人的认可 那为了更多人 可以体验专业摄影的魅力呢 我们决定 把Ultra的能力 做最大规模的下方 在这些所有的专业能力中 最受大家喜爱的 还是原汁原味的 莱卡影调 所以在小米13上 也会支持着 莱卡原生双画质 但是这一次 我们跟莱卡 又向前走了一步 我们给大家带来 独一无二的 莱卡超色彩影像 莱卡的影像 小于百年 是因为它美而不识真 但是现在 移动摄影的发展呢 让我们拍摄的场景 变得更加的复杂和多元 如何在如此复杂的场景下 还能保证真实的还原 这是我们和莱卡 一直不断探讨的课题 所以呢 我们和莱卡 共建了一个 非常庞大的色彩数据库 在这个数据库中呢 有着4700种丰富的场景 我们会针对每一个场景 进行逐一的色彩模型布局 我们做这么多工作的努力 就是希望去还原大家 内心真实的色彩世界 举一个例子 什么叫内心真实的色彩世界 比如说当我们看到路灯 路灯其实是很亮的 它明亮到足以照亮整个街道 但是在我们的心里 路灯是昏黄的 是柔和的 是温暖的 因为它照亮了我们回家的路 但是如果没有这样准确的场景 判断和认知 它就会被你的智能手机 判断为夜景 要提亮 这不是我们感知的世界 好 再举一个例子 就是秋天 秋天应该是什么感觉的 秋天好像是萧瑟的 好像带了一点点忧伤 秋天其实是一个 情绪非常浓烈的季节 但是如果没有这样的感情 和情绪的感知 秋天将会变得平淡无奇 没有感受 好 所以当你拥有了 莱卡超色彩影像 你就可以感觉到 在这一刻空气是安静的 阳光暖暖地照着这个房间 两个不出声音的小朋友 在特别专注地做着些什么 但是同样是阳光 在下班的场景上 你会感觉到它的欢愉 好像迎接着我们回家的路 让我们放下一天的疲惫 去享受生活 这个世界真的是太多彩 太可爱了 如果我们缺失了 色彩语言的表达 我们就失去了太多 赞美这个世界的方法 同时呢 为了达到完美地呈现 我们的色彩 小米13呢 决定将影像配置全面升级 它将会是影像配置最强的 小米数字标准版 它拥有着三颗莱卡的专业镜头 一颗莱卡的主射 升级了一颗莱卡的长焦 还有着一颗素质非常好的 莱卡超广角 我们先来看一看主射 这颗主射呢 不太一样 它承袭了Ultra所有的专业光学能力 它有着Ultra同款的环吸听镜片 这是一个全新的材质 它也有着Ultra同款的R绿光片 也有着Ultra同款的防眩光专业镜膜 可以让你在暗光的环境下 有着更纯粹的色彩表达 它的底呢 是1.49分之一的一颗大底 同时呢 是索尼IMX800的sensor 然后有着5000万的高清像素 1.8的大光圈 而且还支持了 HyperOS的超级防抖 那这样强大的一颗主射呢 特别的适合去捕捉瞬间 它有着非常强大的抓拍能力 比如说你看这张照片 这绝对不是一张摆拍的照片 这就是一个小姑娘 在剪头发的瞬间 那个欢笑 感觉从画面里呼之欲出的感受 而且因为用了Ultra同款的 专业光学镜头呢 在所有的夜景场景下 那个都会有非常好的画面的纯净度 再加上我们的莱卡超色彩 它的明暗关系 色彩表达也更加接近我们真实的感觉 看完主射 到了第二颗我特别想给大家介绍的莱卡长焦 长焦镜头呢 现在呼声很高 大家特别喜欢 是因为它的确能极大的拓出我们拍摄的丰富度和自由度 所以小米数字标准版上呢 我们为大家带来一个非常高素质的莱卡长焦 它有着3.2倍的光学变焦 有着75毫米的经典焦段 这个倍率呢 其实是非常实用的 我们日常拍摄的时候觉得一倍到两倍不够远 想拍远方看不清 但是五倍呢 其实它的使用频率会比较低 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会感觉这个距离拉得太远了 构图很满 所以3.2倍呢 其实是一个刚刚好的变焦倍率 而且我们精心地挑选了75毫米这个焦段 因为这个焦段非常非常地适合拍人 但是呢人是活动的 人是鲜活的 所以抓拍就变得格外地重要 尤其是我们日常在拍孩子的时候 特别地活泼 它也不好好配合你的镜头 所以呢在抓拍的成片率上 其实是特别大的挑战 我们针对于这个需求呢 做了几点特别大的优化 首先是它将会是一颗 2.0的大光圈长焦 这个光圈数呢 其实已经超越了很多旗舰级的 这个长焦的光圈的大小 它能带来更大的进光量 去保障你的成片率 而且呢为了长焦拍摄的体验 我们也做了专业的防抖 包括光学防抖和这个电子防抖 去让我们在远距离拍摄的时候 更加稳定 而且我们还有非常多的 针对于人物的计算摄影技术 比如说人物的焦点锁定 人物的超清增强 还有这莱卡的人物色彩调节 等等等等 所以在这样的一系列的打磨之下呢 我们来看看 整个画面的素质特别的好 你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 这个小朋友头上的肥皂泡 和脸上那个很稚嫩的那个绒毛 然后也有朋友跟我说呢 小朋友好像有一个特别调皮的年纪 特别喜欢做鬼脸 又好动 然后特别需要被记录 因为那是成长过去 就不再有的年龄 所以高的成片率的抓拍呢 就可以让你拍下 这么可爱的一个瞬间 包括很活跃的小朋友 特别的好动 你在远距离拍摄它 也不会打扰它 也不会限制它 那个我们就可以留下 更多的可爱 又真实的快乐瞬间 因为我们新增了一颗75毫米的镜头呢 我们的大师镜头包也再增一元 做了特别的经典肖像镜头 整个的虚化效果 色彩效果也非常的漂亮 第三颗镜头呢 就是莱卡的超广角 在这颗超广角上呢 因为有莱卡超色彩影像的支持呢 所以它的整个画面张力 色彩的感染力 也会被呈现得非常的不错 这就是小米13的影像升级 有着独一无二的莱卡超色彩影像 还有着三颗莱卡的专业镜头 尤其是这一颗莱卡长焦 我们在影像上下了这么大的功夫 加了大量的硬件和研发的投入 去不惜代价地做好 主要是因为我们相信 影像就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语言 它不仅能让我们表达自己 它更能让我们通过观察生活 记录生活 去重新爱上我们的生活 我们希望所有人都可以 全情地投入 去找到生活中每一个 值得被记录的忘情一刻 最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看 这个手机的所有的体验 它涵盖了我们可以想到的 所有的高端体验 包括NFC 红外 立体扬声器 包括低功耗的WiFi 但是有几个特别跟大家介绍的呢 第一个是越来越多的人 已经习惯用手机去作为车钥匙 为了让大家使用得更方便 我们也支持了更多的品牌 包括宝马 特斯拉 腾市 还有比亚迪 最后呢 特别介绍的是 我们这次支持了IP68 这个功能呼声特别高 最开始我有点不理解 觉得就是防水嘛 然后后来跟我们的用户聊了一下 我大概明白大家的想法了 主要是这个朋友跟我说 他说现在手机 这个都挺贵的 然后呢万一进水了 修起来很贵又很麻烦 有了IP68就相当于给这个手机上了一个特别可靠的保险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实用的功能 我们觉得既然我们在追求极致的用户体验 那哪怕是成本有点高啊 我们觉得也应该给大家带来 加到我们的手机中 所以小米13也可能啊 是这个相同价位段唯一支持IP68的产品 这就是我介绍的小米13的全部内容 谢谢大家 谢谢 哇哦 小米13这个优点真的是实在太多了 我帮大家再简单的总结一下 首先 几载四等边 这个是安卓旗舰里面目前做得最好的 还有 它的峰值亮度高达1900尼特 这在安卓旗舰里面目前也是亮度最高的 当然 它的性能特别特别的出色 有第二代骁龙8 还升级了最新的LPDDR5X 还有UFS4.0 性能极为强大 像这样的黄金尺寸的手机 它甚至可以媲美电竞手机 当然 还有 乃卡 长焦 IP68 50瓦的无线充 等等等 当然 我会为这款手机最出色的还是黄金尺寸 这个在安卓手机里面是极为罕见的 它的手感特别出色 而且整个手机呢 加上高亮的中框 特别漂亮 所以当你拿到一款小米13的时候 你有爱不失手的感觉 很多人甚至跟我说 他们可以不停地去把玩这款手机 那么这款手机有多么强大呢 我们整理了一款配置表 当然 我觉得它的体验远不是配置表可以表达的 它是一款体验极其出色的全能旗舰 像这么一款全能旗舰 定价多少呢 前段时间我看到网上有传言 说我们要涨15%到20% 说实话 小米在高端旗舰上的投入是巨大的 是巨大的 这三年投了很多很多钱 压力呢 的确特别大 但这一次我们没有连夜说服 我们所有人都希望 能把这么好的体验 以感动人心的价钱提供给我们米粉 所以呢 这一次的定价呢 我们来一起看一下 就是3999 大家想一想 在这样的价钱下 它有几载四等边 有1900尼特的亮度 还有IP68 还有长焦 还有乃卡 所以它的体验呢 会遥遥领先 为了这么好的手机呢 我还请我们的设计部呢 认证地做了两款 官方的保护壳 一款呢 是液态硅胶 轻浮保护壳 还有一款呢 是有设计感的 旅行款的 树皮保护壳 所以呢 今天呢做了两款保护壳 最近两年的话呢 我花了不少精力呢 在琢磨车 当我回过来看手机的时候 我说 手机的设计呢 越来越同质化 我们能不能把车的设计灵感 应用在手机上呢 比如说 很多人喜欢跑车 我们能不能把跑车的元素 跑车的色彩 应用到手机上呢 于是乎呢 就有了限量定制色的这个想法 很多人的首选是经典的红色 这种红色 如烈焰般的热情 跳跃 是永恒的时尚 当我们把它应用到手机上的时候 会不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这种全红的look 真的 真的非常非常的漂亮 我带大家看一下细节 我带大家看一下细节 我们用了高亮黑的中框 这种高饱和度的红色 配黑色的相机模组 再加上熏黑的logo 特别特别精致 我呢 在试用的时候就选择了这一款 特别特别的漂亮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敢用这种红色的手机 好 我们还设计了另外的几种颜色 大家来一起看一下 这是法国赛车蓝 它这种鲜艳的蓝色 呼啸而过 所以也特别特别的经典 我们就设计了这种保时蓝的颜色 跟这个法国赛车蓝的特别像 还有想到跑车呢 大家第一反应就是黄色 各个跑车都做了黄色 他们认为明黄色象征着热情 挑战 无所畏惧 象征着正义使命 总之他们把黄色赋予了很多的感受 我们也设计了这款巨红黄 还有 这款绿色的幽灵 大家一想到绿色 就想到了和平 安静 春天 可能没有一根把绿色 跟热情 速度 激情 连到一起 我觉得是这款绿色 给我巨大的震撼 我们呢 根据这个创意呢 我们设计了丛林绿 就是高饱和度的绿色 这是这种特别特别张扬的颜色 我们在设计的时候 我就特别担心 我们的工程师和我们的米粉朋友们 会不会喜欢 我们后来呢 还做了一款很低调 这种又低调又奢华的颜色 水泥灰 所以这种外表冷静 内心狂热 专门为工程师设计的 可能很多人看了很鲜艳的 跑车颜色以后 默默地选了一个水泥灰 好 这就是五款 我们线上的 限量定制色 特别特别漂亮 我们准备了一段视频 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好看吗 真的特别特别好看 然后呢 这五款限量定制色呢 仅在小米商城上销售 限量五万台 每个用户限购两台 所以我们希望 把这种独特的设计 带给每一个米粉朋友 我们也希望 这种有冲击力的色彩和设计 能让整个手机市场 变得更有趣 好 我们屏幕上呢 就是定价和 和我们销售的地址 好 这个定价呢 跟我们的标准版的 大货的定价 是完全一样的 12加512的版本呢 定价呢 4999 定价4999 小米13的话呢 9种配色啊 一款旗舰手机 第一次就做了9款配色 相当的夸张 我们为什么这么做呢 是因为我们希望 用这个设计来表达 这一代小米3 它的产品力全面地飞跃 我们希望用这样丰富的色彩 来献给有品味 有趣 有激情 有活力的年轻人 因为这一次的 这个双尺称 双高端 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 中杯和大杯的概念 我们是不同的产品 面对不同的人群设计的 标准版如此乍列 那么Pro呢 下面呢 我们发布小米13Po 我们的标准版面对的是 喜欢时尚的年轻人 那么Pro版呢 我们面对我们 最重要的硬核米粉准备的 首先它是堆尿王 它的配置极为强大 当然体验也非常非常的强 这一次的Pro 虽然名字叫Pro 实际上它具备Ultra的实力 我用三个特别来形容 叫堆尿特别猛 性能特别强 体验特别出色 好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外观 它的外观呢 是经典的安卓旗舰的 双曲面设计 双曲面 它的背部呢 是四曲面设计 这样手感好 显薄 我们来看一看 它的中框的厚度呢 只有3.2毫米厚 整机控制非常的出色 整机只有8.38毫米 像堆尿这么猛的旗舰 能做到这样的厚度的话 其实对堆叠的功力 对技术的要求 是非常非常之高的 那么 这个后盖的话呢 我们也上了米粉 期待已久的陶瓷 而且我们还专门调了一款 旷野绿的彩色陶瓷 这个呢 相当的难得 我们今年7月份 出Ultra的时候 哇 我收到了不少的批评说 你们为什么不整一款陶瓷呢 其实整陶瓷不难 难的是 把陶瓷整漂亮 还把重量控制住 这个真的太难了 因为堆尿很足的手机 往往啊 往往重量极难控制 这一次呢 我们的陶瓷板 重量是控制不错的 我还要告诉大家 一个好消息 这一次我们不仅有旷野绿的彩色陶瓷 还有大家喜欢的经典的陶瓷白和陶瓷黑 所以我们一致性地干了三款陶瓷 来彰显破不凡的实力 当然 我们也准备了 科技纳米皮的远山囊 重量只有214克 这个的话呢 对很多用户来说的话 你就可以不用保护壳 这种常用九星 而且呢 又耐磨 又耐脏污 特别特别好 所以呢 我们这个泼板呢 就有四种配色 好 我们看过 泼的背部以后 我们来看 它的前面是巨织定制的3D柔性瓶 这块柔性瓶呢 在行业里面也是最顶级的 你看它是2K16 它的PVPi高达522 这些参数都是最强的 可能大家有个问题很好奇 好像每一款手机 你都说是最强的 那么这一款强在什么地方呢 其实 我们在小米旗舰的时候 在每一代 我们都用了当时最先进的技术 今天顶级屏幕 要比一般的屏幕贵好几倍 那它好在什么地方呢 作为一款屏幕啊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色彩亮度功耗 色彩亮度功耗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款屏幕 它好在哪些地方 它用了最新的发光材料 它的亮度 它的亮度呢 全均亮度1200尼特 它的峰值亮度跟小米13标准版一样 也做到了1900尼特 这个是今天安卓手机里面 最巅峰的水平表现 更重要的是 它还使用了LTPO的技术 这个技术在OLED的技术里面 是最高端的技术 因为这个技术支持动态刷新率 就是你可以很轻松地 从每秒1赫兹到120赫兹的刷新 它支持1到120赫兹的动态刷新 有了这种刷新以后 我们就可以根据屏幕的内容 去动态调节刷新率 它的显示器流畅 同时又省电 好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刷微波的信息流 你能够实现1到120赫兹 毫秒级的智能切换 切换起来非常的流畅 好我还准备了一个特别的例子 特别的例子 就是秒表 你看它显示的是120赫兹 一停下来就1赫兹 一秒之内就能形成 非常快的切换 生气吧 所以呢这一次的这个切换的效率非常好 好我们实现了这个有LTPO技术和没有LTPO的技术 它的功耗降了8% 所以这项技术呢非常非常实用 这一所有的这些屏幕技术 都是用来提高亮度 降低功耗 并且怎么在色彩表达上更加鲜艳 我们这款屏幕呢 支持了四种HDR的格式 叫HDR的大满贯 而且呢我们小米还自研了超动态的显示技术 这个技术呢也特别特别好 配合我们这么好的屏幕以后呢 显示效果就更为出色了 好 我跟大家简单地讲解一下啊 比如说你经常遇到这样的场景 夏天中午的太阳 你拍照片你觉得很美 拍出来在手上显示的时候呢 发现很普通 没啥感觉 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你的屏幕不够好 你的显示技术不强 好 看看我们现在怎么做了啊 我们呢重建了画面的空间亮度 我们基于3D色彩的映射引擎 做了20多万个参数的精准调校 好 亮度空间 我们把亮的物体和亮的区域 亮度提高了2.25倍 整个显示的这个色彩就完全不同了 我们来看一下比较 这个这就是小米13显示的 超动态显示技术 这个暗部呢被提亮了 亮部呢变得更亮了 我们看一下它的那个折射的阳光 哇 这真的非常非常的漂亮 所以你用小米13和13POR的时候 你就觉得这个整个屏幕非常的透亮 这是因为呢 我们后面还有小米的 这个 小米的我们自研的这种显示技术在支撑 同时每一款屏幕都是逐片调校的原色屏 这一次呢我们除了调了SRPG的这个色彩空间以外 我们还调校了P3色域的色彩空间 所以呢无论你用这两种标准 我们的颜色都是最准确的 当然我们还支持了很多米粉特别特别关心的 就是护眼的问题 我们支持了PWM的调光 我们做到了1920赫兹 这样在低亮度的时候 低频闪更护眼 所以我发自内心的 跟大家推荐小米13的屏幕啊 它是一款无可挑剔的顶级屏幕 所以绝对会配得上我们这个POR的屏幕的称号 好 我们讲完屏幕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性能 这个标准版的性能已经这么夸张了 那么POR版的性能呢 我们标配了第二代的骁龙8 这一款骁龙8呢 是三年来啊 最好的骁龙处理器 它的多核性能呢 直接媲美了苹果的A16 GPU的性能甚至直接超越了A16 同时呢 它的能效呢 也特别出色 有一款好的SOC 其实为整机的流畅度 续航 发热 这些都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而且呢 我们还迎来了内存和存储 三年一次的大版本升级 这些都是三年才升级一次啊 这个IPDDR呢 升级到5X了 提高了 提升了33%的速率 UFS4.0呢 在顺序读写下 甚至提升了100% 因为你除了SOC要强大以外 以至配套的 这些所有的性能都要同步提升 才能让你的SOC 发挥出最大的性能 当然还有散热材料这些啊 都 这样呢 才能使你的Port的性能释放 达到最强大的这个状态 好 小米13Port的性能如此的强大 怎么能把这么强大的性能 表达出来呢 我在微博上问了一下大家 大家跟我出了道考题 说原神原化这已经不行了 你能不能干一下BOSS战 直接干战斗场景 说这个呢 对手机的压力呢 是最大的 好 我们来看一看 原神 BOSS战的结果会是什么样的 30分钟 满针 全程不降亮度 温度43.1度 大家说这个还不够 能不能开个5G 说这个5G也很好电 也发热 好 开了5G以后再干半小时 再测试吧 44.8度 很多玩家都说 这个玩游戏特别耗电 能不能一边充电一边玩 好 一边充电一边玩 45.4度 真的 我觉得 小米这一代产品的体验 这一代的体验是非常非常出色的 好 我就不给它展示更多的性能了 等产品上市以后 大家来细细地来体会一下 谈到这里 可能很多人就开始关心电池续航 这一代的话 我们采用了小米澎湃的电池管理系统 拥有强大的制验技术 我们在电池 在续航 在快充 都有极为出色的表现 首先的话 我们在8.38毫米 这样的厚度下 我们做了4820毫安时的电池 而且还是120瓦快充的电池 很多人说 那种你们为什么不干210瓦 其实呢 这里我跟大家简单地科普一下 快充的效率越高 电池的密度 能量密度越低 这就意味你的电池要更大 所以 手机的厚度 和电池的大小 和快充的快慢 它是一个矛盾体 所以我们要取得 这三者之间的一个完美的平衡 所以呢 在普洱上呢 我们上了120瓦的快充 同时把电池做到了4820毫安时 还把重量控制在合理的范畴 还把厚度控制在8.38毫米厚 所以我们经常看到 人有的做5500毫安时 大家看一下它的宽度和厚度 这里就能看到差别 是因为我们认为 在这一代小米13波上 4820毫安时的电池 已经足够的 续航已经足够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 120瓦 19分钟就可以充电到100% 快吧 它的续航 DOU模型 我们直接干到了1.29天 够用了吧 还有呢 我们特别针对电池的寿命 也做了很多的优化 针对这样的场景 比如说 一边导航 一边充电 还有很多人 一边充电 一边直播的 像这些场景啊 其实对电池的损害都比较大 我们专门针对这些场景呢 做了电池寿命的优化 提升了30% 关于无线充电技术呢 今天我们又往前走了一大步 我们把50瓦的无线充 升级成50瓦的波 我们做了小杆量的无线充电技术 这个技术呢 它的线圈的内阻下降了50% 还有 因为它的内阻下降以后呢 它的保持最高功率充电的时长 延长了一倍 所以呢 它的充电的效率会变得更快了 充满了只需要36分钟 这个36分钟的表现 都比很多很多的旗舰手机的 有线充电快很多啊 所以呢 在这些年里面 小米呢 在澎湃这个电池管理系统 这些自研技术的加持下 我们在电池技术 续航技术 快充技术 包括无线快充技术 都取得了一系列的突破 好 谈到这里的话呢 我们这个波 还有更强大的是它的影像系统 它的影像系统 这款 这款手机呢 我刚才已经讲过了 它虽然叫Port 但是它拥有 Ultra一样强大的实力 我们市场部叫它 Port之名 Ultra之分 那么为什么说 它有Ultra的实力呢 它的主是 一英寸大底 这个一英寸大底呢 已经是手机相机的天花板 这个尺寸已经迈入了 卡片机的范畴 好 我们来看看这个大底 有多夸张 5000万像素 每个单颗像素 1.6μm 4核1以后呢 每颗像素 3.2μm 每颗像素 就3.2μm 所以它的感光能力特别强 拍夜景 抓拍 能力都特别强 好 像这么强大的 传感器呢 我们采用的是 小米和索尼 联合研发的 IM-X989 这一款传感器呢 我们在Ultra上首发 又打磨了半年以后 在下方泼 所以呢 这一款相机 特别特别出色 同时 我们还有 莱卡光学镜头 这个也是Ultra同款的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是8P的镜头 我们也有IR绿光片 也有防眩光的专业镀膜 还有环西厅的镜片 所以这些技术 都在我们镜头上 全部做了 同时呢 由于这个底特别大 所以我们还有 Hype OIS的超级防抖 这个超级防抖呢 很厉害 每秒呢 5.6万次 能够捕捉镜头的位置 每秒7000字 监控你的相机的姿态 7毫秒就可以完成 镜头的复位 所以呢 这个防抖的技术呢 也很强 好 我们拥有一英寸的大底 拥有奈卡专业的光学镜头 还拥有超级防抖以后 它的画质极其的出色 我们一起来看几张样片 这个巷子里的大叔 他带着摩托车的防风镜 笑容可居 看起来很有趣 它的皮革的这个纹理 还有胡须 都非常的清晰 有质感 这张照片给人 很大的震撼感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过马路的女孩 其实 红色呢 是非常难拍的 有了奈卡的超色彩影像 像这样的红色 我们都可以轻松把握 你看帽子 双肩包和它的毛衣 三种不同的红色 都能准确地区分出来 而且一英寸的大底呢 在暗光场景下 都有惊艳的表现 这个呢 是一个网吧的 一个酒吧的调酒师 在做烟花鸡尾酒 他把肉桂粉呢 撒在火焰上 就有烟火般的效果吧 我们一英寸大底呢 能够轻松捕捉 这个美丽的瞬间 所以呢 拥有了这么强大的影像系统 你就可以捕捉到 很多动人的瞬间 这个一英寸非常非常强 当然我在网上也看到 有人批评我们说 你看你们这么强大的影像 只有三摄 没有四摄 没有四个摄像头 少一个两叉的镜头 我说我们支持了两叉啊 大家说你们这是数码变焦的 质量不好 其实大家误解了 这个一英寸的大底 相当的厉害 大家低估了它的实力 因为这个底特别大 我们直接读取中间一块 就可以完美实现两叉的效果 而且它不是数码变焦的 它是直接从里面取一块 它是光学的 而且取出来的这个画质和效果 超过了绝大部分两叉的镜头 所以我们这个一英寸里面 还里面藏了个两叉的镜头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一叉的影像 在物理上取中间一块 就是两叉 所以效果特别好 这个一叉的镜头特别特别贵 这个我每次看着都有点肉疼 但是一想到它里面 还藏了个两叉镜头 买一送一 觉得还是挺值的 觉得还是挺值的 所以其实没必要做四色 三色足够了 如果你用了一英寸的这个大底的话 好 我们也配了破版的 乃卡长焦 这个长焦呢 特别特别强 这个样片的摄影师告诉我说 它用完以后 它的评价 这是最好用的长焦 也将会是使用率最高的辐射 甚至可以当主色用 我当时一听它的评价 我有点愣住了 有这么好吗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基础画质就很好 五千万像素 融合1.28μm融合像素 光圈做到了2.0的大光圈 光学变焦呢 做到了3.2倍 还有光学防抖 它的混合变焦呢 做到了70倍 所以它的基础素质特别好 也用了75毫米的 乃卡经典焦段 可能很多大众对这个焦段不了解 就是这个焦段它有足够的距离 拍起来没有压迫感 比如说你抓破小孩 抓拍宠物 它没有压迫感 同时这个距离拍人的时候 它的面部没有畸变 所以像这样的长焦 拍人像 拍特写 接拍都极为出色 极为出色 在这么好的镜头里面 我们真正的核武器是 浮动对焦镜组 这是一个 单反相机的核心技术 我们把这个技术 用在了手机上 这个技术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我们把镜头组分成了两组 其中的一组呢 可以移动对焦 可以移动对焦 好 我们拍远景的时候呢 镜头组向前移 就可以实现无限远的拍照 往后移 最大可以实现10厘米的特写 10厘米的特写 所以我们的镜头组是移动的 拥有了这个极为强大的 浮动对焦的这个技术以后呢 这一颗长焦镜头的 那个拍摄的这个能力 得以大幅度增强 所以为什么这个长焦好 为什么这个长焦好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的样张 它的样张同样震撼 来 我们一起看一下 是不是这个长焦的画质特别好 这个老爷爷花白的头发 褶皱的皮肤都非常的清楚 甚至他眼睛片里反射的 他正在看的内容 都非常非常的清楚 非常清楚 所以这个拍人像很强 还有抓拍更强 我们看一下街拍 是吧 拍远处的这个路边的行人 靠在橱窗上 他这种轻松的感觉 是不是只有街拍才能拍到啊 特别特别的自然 这个绝对摆拍不出来 这种感受的 还有 七十倍的最远的变焦 我们看一下 拍冲浪 远处两个冲浪的少年 正在浪尖上 是吧 海面的这个波浪 拍得都非常非常的清楚 这个波纹都拍得非常清楚 这是七十倍的变焦拍的 所以这颗长焦镜头呢 会变成非常非常常用 好 我们还拥有 破版的 莱卡超广角 这个呢 在沙滩上玩耍的年轻人 在超广角的镜头下呢 画面极其有张力啊 极其有张力 所以我们这款破呢 莱卡三色啊 超色彩三色 三颗莱卡的专业镜头 有一英寸的主色 也有三点二倍的长焦 也有超广角 而且呢 还隐藏了一颗 两叉的镜头 所以我们准确应该叫 莱卡超色彩四色啊 没毛病吧 这个它有如此强大的 硬件做基础 再加上莱卡影像 所以呢 这款相机呢 特别特别出色 它有莱卡原生双画质 有莱卡滤镜 还有四款大师镜头包 而且呢 而且呢 这个我们跟莱卡的合作呢 进入了新的阶段 这是我们跟莱卡合作的 第二波产品 我们和莱卡的合作呢 非常深入 我们两家公司在全力研发呢 移动影像 所以这一版的移动影像呢 又往前走了一大步 这样 我准备了一个纪录片 来为大家介绍 我们和莱卡合作的 背后的故事 大家一起看大屏幕 我就是突然被他 叫到了会议室 那个时候 我其实不知道 对面是莱卡 我就是突然被他 叫到了会议室 那个时候 我其实不知道 对面是莱卡 去用具体的参数 定义在我们的手机设备里 其实这是一个 满达的过程 HDL加持的情况下 一蓝宝石 整个拿到的 一个联系统自然 我们不能直接把 他们做相机的那一套 放到我们的手机上面 我们把数据给他们 让他们试一下 它也是一个 稍微中性一点的光 不行 可以的 我之前试过 眼睛相当于一个 成像系统 采集到了这个图像以后 人脑有一个二次的处理 所以这是一个 非常复杂的过程 人眼睛看到的 这个夕阳 它是一种主观的判断 同一个颜色 把它放到 不同的环境当中 它呈现出来的结果 是不一样的 我是觉得莱卡 给我们提供了一个 审美的一个标准 拿莱卡的M系列相机 去采集 不同场景的素材图 然后进行一个效果图的拟定 我们有小米影像大脑 里边有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文化 叫仿生感知 我这个仿生感知 它模拟的是人脑 我们用了4700个场景 100多万张照片 这些也是 AI的模型 那个训练 让它更接近于 我们的人脑的效果 慢慢地我们有了天空 慢慢地我们有了太阳 我第一次在手机拍摄出来的照片上 感受到了油画的质感 就你可以看到 那个阳光是那么均匀地打在左脸上 并且过渡到右脸上 特别特别地美 可以 挺好快的 也挺生动的 这个绿枝 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 最后也是慢慢变成现实 生活就像 其实像电影一样 电影我们可以盗放 但是我们生活这阵过去 你永远不可能会盗放回来 巴纳克其实之前说过一个 小小的胶片 大大的梦想 其实我觉得现在可能就是 小小的手机 大大的世界 每个人手里都可以拥有 这样一台手机 让普罗大众 更容易去捕捉到 生活中更多的一些瞬间 所以就去按下快门吧 所以这一次的奈卡影像 有了很多新的进展 我呢 讲特别出色的两点 第一个呢 是奈卡超色彩影像 我们的话 做了4700种场景 做了100多张照片的训练 使整个照片的色彩 的准确度 丰富度 有了一个巨大的提升 好 我问摄影师 我们怎么能给大众 来展示我们这个技术呢 摄影师说 在手机摄影里面最难的是拍晚霞 说白天和夜晚呢 有个过渡的时刻 大约有多长时间呢 15分钟 一天的黄金时刻 在这个时候呢 明暗交替 梦幻朦胧 他的色彩特别丰富 用手机很难拍 我说 那好 我们做这个技术的目的 就是要挑战一下 这个拍摄最难的时刻 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努力以后 我觉得我们整个拍晚霞的成果 还是非常出色的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一位女士呢 最在欣赏晚霞 她非常的沉浸和享受 这个天空真的太美了 每一朵云都在映射着 天空的丰富色彩 这一张呢 她的天空就像油画一样 每一朵云彩都有丰富的色彩变化 和明暗的变化 太阳呢 即将下山 天空呢 由暖橙色 渐渐过渡到浪漫的紫色 而且海面呢 马上被夜色所笼罩的瞬间 所以呢 这个色彩的过渡呢 非常的自然协调 火一般红的天空 映射在蓝色的海洋里 反射成紫红色 这个颜色真的太有冲击力了 还有五彩斑弹的天空 是吧 我们的摄影师还拍到几只海鸥在翱翔 然后呢 摄影师特别给我推荐的这张照片 说这张照片叫 丁达尔光线 也叫耶稣光 就天空的云彩里面 打下了几束光 特别的壮观 这种场景只有在清晨 或者日落 或者雨后 有雾的天气才能拍到 所以呢 特别特别难得 我也给大家推荐一下这张样片 我们的摄影师拍了各种各样 各地的最美的晚霞 好看吗 所以如果你拥有了小米13 Pro 我建议你 每天晚上用那个宝贵的15分钟 去欣赏一下晚霞 去记录一下美好的生活 是不是很享受啊 第二个功能叫 莱卡超级特写 我们有如此强大的长焦镜头 我们在特写上 特别强 它适合拍人像 拍昆虫 拍小鸟 在相对比较远的距离里面 在不打耳的前提下 拍出近距离的特写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人像特写 是吧 眼球红墨上的花纹 眼里的毛细血管 都拍得很清楚 还有它戴着这个民族的服饰 头巾 白布的这个纹理 哇哦 特别特别的清晰 这张就更强了 这张照片特别有故事感 是吧 正在拉小提琴的小姑娘 我们的焦点对焦在琴头上 后面的人物都已经全部虚化掉了 让你能感受到这个拉小提琴的小姑娘 正沉浸在音乐之中 还有一张更震撼的 以前我真的不相信手机能拍得出来 我们来看一下 小蜜蜂正在踩蜜 她的腿上还有那个 还有她刚踩到的蜜 如此的欣息 而且她的背景虚化 这种长焦 是吧 大光圈 哇拍出来的这个光学虚化 这个堪比单反相机 真的特别特别的漂亮 这就是我们的乃卡超级特写 拥有这样的长焦呢 拍照片厉害 拍视频也相当的强大 好你看啊 就可以拍这样的视频了 以前你都觉得只有在相机才能拍 而且只有在电视台上能看到了吧 好 我们拍完以后就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的手机 哇 这个后面的虚化的光斑 这个小蜜蜂飞来飞去 哇 真的是太强了 所以有了一部好的拍照相机 拍照手机啊 你就会爱上摄影 更加热爱生活 小米13 Pro呢 就是让大家享受忘情拍照的那一刻 反正我们这一版的广告词就叫 忘情一刻 真乃卡 感觉怎么样 反正这款手机的相机系统 乃卡影像 特别特别强 好 我来总结一下 这款Pro的太强大了 它的性能 它的影像 它的屏幕 还有它的陶瓷机身 特别特别强 我印象最深的呢是 它有跟Ultra同款的主色 一英寸的大底 专业的光学镜头 还有超级防抖 它在通讯性能的连接的体验上 也往前走了一大步 支持5G的双卡双通 支持低功耗蓝牙 还有支持数字车钥匙 还有 它拥有最强的WiFi连接 支持双路的5G赫兹的WiFi并发 它的理论速率到了4.3Gbps 好 它有多快呢 我们做了个实测 下载1G的电影 只要2.9秒 特别特别夸张 特别夸张 很多人关心它的马达 说你这里面东西这么多 马达怎么样 我们用了宽屏的X轴的马达 1016啊 这在安卓的旗舰里面 也是最大尺寸 震感最强的啊 我们优化了236种日常的场景 所以震感呢特别出色 当然我们也支持了IP68 这样你在户外旅行 游泳 甚至运动的时候 用手机呢都特别特别的方便 好 这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介绍的 小米13Port 它完整的配置 完整的配置 而且呢也出厂预制了 米Y14 整个软硬件结合的体验 特别特别的强大 像这款Port 像这款Port怎么定价呢 这个我们真的连夜商量了好久啊 它的难题在什么地方呢 这款Port其实跟Ultra的成本是差不多的 它还有陶瓷机身 有一英寸的大笔 有特别强的性能 但是它的名字叫Port 所以呢我们特别特别纠结 如果按以往Port定价的话 我们这款手机的成本压力将是巨大的 如果按Ultra定价的话呢 很多消费者呢 又未必能接受 这个我们真的商量了好长时间 最后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的定价 我们还是选择了4999 这就是今天我们为大家介绍的 小米13Port 两款双尺正双高端的旗舰 下面的话呢 我们小米科技生态还带来了非常多好的新品 下面的话呢 我们有请魏思琪 接下来呢 我给大家介绍几款小米科技生态的新品 一共有五款啊 那个非常的丰富 我先来介绍两款穿戴的设备 第一款是设计的更加时尚和漂亮的 小米Watch S2 这两年呢 小米手表的颜值极大的提升了 做得特别的好看 但是呢 也有用户吐槽觉得 表盘的尺寸太大了 像我这样 手腕比较细的女生戴起来可能有压力 那这次呢 我们特别设计了两个尺寸 去适应不同人群的需求 42毫米的这个手表呢 做了两个颜色 有黑色和浅金色 大表盘的呢 做了黑色和银色 都非常的好看 而且大家现在越来越拿智能腕表 去作为自己穿搭的一部分 和时尚的配件 所以我们特别设计了 丰富的手表的表带 比如说真皮的表带 我们做了一共四个颜色 男生和女生戴起来 都特别的好看和精致 如果你喜欢更加活跃一些 或者运动一些的呢 我们还做了非常颜色丰富 而且漂亮的硅胶腕带 还有一个特别版 大家刚才看到 小米13的限量定制色 漂亮吧 我们也把它放到了 我们万代的设计灵感中 我们把它的内里 做到了高饱和的颜色 但是留了一个小边 所以你日常穿搭佩戴的时候 它不会特别的夸张 但是呢特别的时尚 表盘其实也是手表设计中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我们这次跟设计师啊 一起精心地准备了 上百款表盘 它们全部都是被重新设计过的 更加的时尚 而且更加的简约 都在我们的表盘商店里 大家可以自己去选用 配合你的传达 小米手表呢 一直在精心地做我们的运动 包括跑步 还有各种各样的健康场景 今天呢带来一个全新的小功能 叫身体成分测量 它是怎么做的呢 我们的两个侧边的按键呢 和背部的生物电阻抗传感器 组合起来 用起来特别的简单 你只要把它佩戴在手腕上 这个两个手指轻轻一触碰 稍等一小会儿 就会自动生成你的身体成分报告 里面包含了比如说BMI 比如说身体成分 身体水分 然后还有大家特别关心的体脂率等等 这个手表呢 也有特别多的智能的功能 我不足一念了 但是它最大的特点还是两个尺寸 而且设计得非常的好看 我们的定价是 小尺寸的腕表是999元起 大尺寸的腕表呢 是1099元起 好 第二个穿戴产品是我等待已久的 今天它终于发布了 就是小米8x4 它是一款旗舰的 半入耳式的主动降噪耳机 专门为像我一样 对音质有高要求 但是又不太适应 全入耳的耳机的人来准备的 那半入耳的耳机呢 大家最在意的 其实还是佩戴的舒适度 所以在它所有的设计上呢 我们精心地打磨了一下 它的曲线呢 是我们针对耳屏和耳甲枪 特别做的贴心的设计 而且在重心上 其实大家可能没关注到 也非常的重要 它的重力要分布得特别的均匀 才不会给你的耳朵带来更大的压力 日常佩戴 长久佩戴 也都会很舒适 刚才提到了 我们对音质是有高要求的 所以它用了11毫米的石墨烯双词单元 达到了Hi-Fi的高保真音质 而且在半入耳耳机上 我们还做了主动的降噪 有一些人说 在半入耳耳机做主动降噪 没啥意义啊 其实还是有一点作用的 一方面呢 它是能屏蔽一些环境的噪音 但是另一方面 就是它可以作为我们音质的 最低的一个 就是更好的一个保障 就是让这个声音不杂乱 不用放很大的声音 你听到的更加的纯净 现在的高端耳机呢 其实都支持了这个空间音频 那小米8x4 做到了独立的空间音频 而且我们还跟更多的优质视频平台 进行了合作 包括爱奇艺 还有这个芒果TV 主要是为了让大家 能有更多的偏远 去感受空间音频的美妙 它的连接和使用 将会是非常幸福的 随着我们小米妙想的 不断的变强 我们耳机与设备之间的连接 和流转变得异常的方便 轻轻一拖 你就可以把耳机 这个连接到 你想使用的设备上去了 前面介绍了很多功能 它的颜值也非常的漂亮 我们做了三个颜色 白色 黑色 还有矿野绿 大家可以针对自己的喜好呢 进行选择 这款产品呢 我们的定价是699元 两款穿戴产品介绍完了 接下来的三款产品 都是非常酷 而且非常强大的 第一款就是小米桑的Pro 去年呢 我们发布了小米桑的 特别受到 受到特别多的人的欢迎啊 它目前也是高端智能音箱的销量第一名 今天的小米桑的Pro 在音质和体验上 做到了全面的提升 我们来看看它的变化 首先是它有了更大的尺寸 所以它的音质会变得更好 因为它有了更大的声学空间啊 我们在这样大的空间内呢 加入了七个单元 有三个高保真的全频单元 有三个无源的辐射单元 同时呢 还有一个超大低音单元 这个低音单元很厉害 它有着大口径 大功率 还有着大充成和大音箱 所以当你用它来播放电影 或者是听音乐的时候 你一定会能感受到那种澎湃的低音效果 在所有音质的调教上呢 小米的金尔的团队和哈曼 做了不少的细节的工作 所以这款音箱呢 也获得了电子音响协会的高保真认证 这个整个音箱啊 设计得特别的好看 你把它放在家里的每一个角落呢 都非常的漂亮 而且它还有着环形的幻彩灯效 这个灯效特别的智能 你走近它 它就会点亮 而且呢 当你跟它说话的时候 它还会把这个灯光转向你 带来更强的交互感 因为它的音质特别好 所以呢 它特别适合两台组合在一起 做那个家庭的影院 组合起来也很简单啊 而且它有着非常好的互联能力 让大家可以尽可能轻松地 将自己的音乐和内容投送到这个音品上 而我们发现有很多人其实现在都是双持双系统的 那为了大家使用的更方便呢 我们还特别做了AirPlay的支持 这款音箱有非常非常多的功能 那个 我没有办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主意介绍 所以我们专门做了一条视频 给大家展示一下 你看 这是全新的小米Sound Pro 懂音乐 还自带光环 玩具 独处 都能恰到好处 如果你需要 它还可以立体组合 让音乐身临其境 这一刻 想来点氛围 那就全屋播放 让音乐跟上脚步 随心所欲地听 自由自在地听 或者拿起手机 轻轻一碰 就能让音乐无缝流转 不只要听 在妙想中心 拖一下 像魔法一样 掌控你的音乐 再拖一下 到处都可以听 让音乐流淌在设备之间 给你丝滑的音乐享受 当然 无论在哪里 你都可以喊一声 小爱同学 开始表演 好啊 听你一起听 没错 这听起来很妙 这是你的智能音乐生活 这就是小米桑系列 非常智能且强大的音响啊 那个我们整个的定价 定到了999元 而且为了方便大家 在家里的使用 我们还做了两个套装 方便大家组合购买 价格也有相应的优惠 接下来介绍的呢 是小米的路由器 小米路由器这两年 做得非常的好啊 已经成为了 全球领先的智能路由器品牌 它几乎涵盖了 我们所有的场景 包括小户型 大户型 专业的Mesh 专业的电竞 甚至还有企业级的路由器 所以现在 其实你想买路由器 完全可以闭眼 在小米的系列里 去进行挑选 那今天发布的路由器呢 将会是现在路由器的 天花板级别的产品 它叫小米万兆路由器 好 我们先来看一看 它的网络连接能力 这是目前高端主流路由器的 网络配置 最高的网口2500兆 日常的其他网口 都是1000兆的 再来看一看 我们的万兆路由器 所有的日常标准网口 全部顶到2500兆 而且 它将支持着万兆的网口 同时 还有一个万兆的光口 有限的速率全部拉满 而且不仅仅是有限 它的无限速率 也将支持万兆 可以说这是现在路由器速率连接的最高水准 因为小米13 Pro呢 WiFi进行了大幅的升级 所以跟我们的路由器组合使用呢 会相得益彰 它可以达到超高的网速 也有着超强的强网的能力 那这一个路由器的性能呢 达到了企业级的旗舰性能 里边有一颗首发的高通企业级的芯片 可以让我们的算力直接翻倍 而且还有2GB的大内存 它解决的问题呢 就是当我们家里的智能设备特别多 需要很强的稳定性 和同时并发的速度的时候 这个大内存是非常非常的有必要的 刚刚提到这款路由器呢 是现在目前为止的天花板级的路由器 那我们来看一看 现在最好的路由器是什么配置啊 它的速率 包括它的性能 还有它智能的体验 我们直接拉入我们的万兆路由器来看一下 无论是在速率 还是在性能 甚至是在智能体验上全部超越 它们的价格定到了3999和4999 那我们的万兆路由器是多少钱呢 1799元 这个定价是非常诚意的对吧 好 最后一款产品 哇 超级酷 那个我给它一个总结 如果说你是一个极客 它是你最佳的拍档 如果你像我一样是对颜值有着很高要求的人 它是你卓搭的不二之选 它就是小米迷你主机 这是我们跟英特尔一起联合研发的 它最大的好处就是超级的迷你 它有一个很小尺寸的机身 大概只有你手掌的大小 放在桌子上完全不占地方 但是别看它小 它的性能是很不错的 它有着12代的酷睿P系列处理器 i5的P系列处理器 然后有着40瓦的性能释放 它的显卡呢 是英特尔锐矩的核显 同时有着16G的双通道内存 还有512GB的高速固态硬盘 所以你别看它只有传统主机箱的 三十分之一的大小 但是它的性能绝对是可以媲美 桌面级的性能体验 它作为一个桌面的主机呢 非常重要的是连接能力 所以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什么呢 首先是三个USB3.2的接口 还有两个HDMI的接口 还有两个万能的雷电4接口 反正是大家能想到的接口啊 基本都配齐了 应有尽有 所以当有这么强的连接能力的时候 首先你可以多屏办公 它可以支持四台4K显示器的连接 而且呢 它还兼容了Ubuntu的系统 我们的程序员同学们呢 可以有更好的开发环境 但是最打动我的还是它小巧漂亮 它特别地适合做桌搭 大家现在去搜索桌搭啊 会看到不同风格的这种设计 那个好像大家现在都很希望能在家里的这个桌面 打造出自己不同的风格啊 我们有特别多的智能产品 很适合 比如说这个我们的迷你主机 就这么小一点放在桌面上 一点都不占空间 还有我们刚刚发布的小米Sound Pro 可以为你的桌面提供澎湃的音响系统 我们还有着非常专业的显示器 还有着夜晚能让你眼睛更舒适的屏幕挂灯 而且呢 如果你购买了我们的氛围灯带 一到晚上就可以切换成另一种风格 非常的漂亮 这里边反正能对桌面的美观度和颜值 带来最大影响的我认为还是我们的这个小米的迷你主机啊 它迷你的机身强大的性能 而且还有着大满贯的接口 它的定价呢 也非常的不错 是3699 我们自己在内部内测的时候啊 一群工程师 那个极客的工程师特别爱折腾 说哎呦能不能给我们出一个准系统的版本 方便我们做DIY 所以呢我们还特别的准备了 不带内存和硬盘的版本 只定价2799 这款产品呢会在14号的10点 在小米商城和小米油品开启众筹 以上呢就是我介绍的所有的产品 我们再把舞台还给雷总 今天的话呢 我们帮大家发布了两款手机 小米13和13Port 还有五款小米科技生态的产品 像我们的高端智能手表 S2 还有我们的半路热式的耳机 Buds 4 还有我们的Sound Pro 另外呢万兆的路由器 和小米的迷你主机 当然还有我们的MIY14 一共七款硬件产品 一款MIY14 所以总共呢发布了八款产品 那么这些产品上市的时间的话呢 我们在大屏幕上显示 有兴趣的朋友呢 欢迎现在就去小米之家 小米商城和各大电商平台 去预定 这里的话呢 我还要特别推荐一下 小米13Port 一款有着Ultra实力的Port 是我真的特别想跟米粉同学们推荐的 我们的话呢 还专门设计了一款自尊套装 因为很快就要到新年了 很多人要送礼 其实这款套装呢 特别特别好 有13Port的旷野绿的 500E2G的版本 还配了我们的S2的高端手表 还有我们的半路式的降噪耳机 还有一款旅行款的树皮保护壳 整个新年的这个礼盒套装呢 定价7999 到年底呢 我们也还为商务人士准备了一款 那个准备了小米折叠屏二代的 两种新的配色 我们来看一下 小米折叠屏二的话呢 特别受到商务人士的喜欢啊 首先它性能强大流畅 最重要的是它解决了折叠屏的厚重的问题 所以呢 特别受到商务人士的喜欢 我们准备了两款新的配色 一款叫悬叶黑 采用了皮纹的玻璃 它是玻璃的 但是摸起来有皮质的感觉 所以呢 它的商务感的特别好 另外的话呢 我们还设计了月光银的银色版 它的戴口呢 是用陶瓷做的 而且呢 我们用了镜面的陶瓷 整个设计呢 也特别好看 这个定价呢 还跟Bivin一样 定价呢 8999元起 而且呢 这个屏幕呢 是两块定制的顶级屏幕啊 显示效果特别特别的出色 好 我们也准备了一款至尊的套装 使用1TB的版本啊 最高倍1TB的版本 另外配了我们的高端手表 高端的耳机和保护壳 定价呢 13999 我们的小米手机的保障和服务呢 也有新的进展啊 我们提供了三种新的服务 就是税平服务 盐保服务 和意外损害 损坏的服务 这一次呢 最最核心我想介绍一下 保值换新的服务 假如你购买了一款新款的旗舰 你每年都想换新的 在7个月到13个月的时间里面 你可以折价换新的旗舰 最高可以折 5999元 所以呢 对于每年都想换新机的米粉朋友来说呢 这个服务呢 特别特别实惠 到这里的话呢 我们的发布会马上就要结束了 2022年呢 也很快就要过去了 这一年呢 大家都经历了很多的改变 留下了很多的感慨 我个人的体会是呢 无论世界如何变化 专注于热爱的事业 全身心的投入 你就会更强大 更有力量 回顾过去的三年时间 小米的高端化战略 已经深刻地影响了小米 并已经深度地改变了小米 今天我们发布的小米13和小米13Port 还有米Y14 我相信大家可以 从这三款产品里看到 一个全新的小米 已经开始了 谢谢大家 谢谢所有的朋友们 谢谢大家 本次发布会到此结束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